我们来关注H7N9禽流感 那么昨天的阳江市是再新增了一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确诊病例 目前全省的确诊病例已经是增到了五例 那么其中的广州是惠州一例 其中惠州一例东莞两例而阳江也是两例 阳江市新增的这一确诊病例患者梁某 男62岁家住阳江市江城区 目前患者病情危重 省流行病学专家和临床专家已经在阳江协助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指导病人救治 根据省政府部署 省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五个督察组 前往全省21个地市以及顺德区 开展人感染H7N9禽流感防控工作督察 重点检查活情经营市场 一天一清洗 一周一大扫除 以及轮流休息一天全面清洁消毒等措施的落实情况 以及医疗机构神经安森酶抑制剂等抗病毒药品 采购及使用情况 病例筛查以及排查情况等 阳江市确诊了两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之后 当地三鸟批发市场修饰进行清洗消毒 防止疫情的扩散和蔓延 尽管如此 不少市民对吃鸡有所顾虑 当主感叹生意难做 有什么生意 成二十一都没赠过货 生意很淡